清潔隊員收垃圾 突然兩名男子沒戴口罩 衝上去舉著人 開始怒罵 垃圾車駕駛也馬上下車勸架 一聽到清潔隊員要叫警察 他們才離開 沒想到過沒多久 男子氣不過有二度 騎機車追上前 繼續罵人 事發就在園林護衛 7月30號清潔隊員收垃圾時 遭到這兩名男子無故謾罵 清潔隊經過了解之後才得知 原來是他們兩個人不清楚 清潔隊是才點到點收垃圾 並不是逐物收 不會有人就停 因此就罵隊員髒話 其實站在隊員的角度上面 他們是希望說喜事靈人 因為他們也知道這是誤會造成的 在討論之後他們決定不提告 只希望這些人能夠體諒清潔隊的辛苦 不要再犯 我看你睡了 如果說錯了 可能我有一點情緒上的問題 但我自己也不一定 當事人承認錯誤 表示當天天氣熱脾氣不好 目前已經道歉了 但是拉下口罩罵人 已經違反防疫規定 TPBS新聞 蔡松林 取利反料反映雲林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TVS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 ダメ 按照他說 第三 banyak 都��頔 進 hid 水 密